全球大事业 中天的优质国际新闻 我们开会人咯 欢迎大家 加会员成为 全球大事业的一份子 支持应援123 订阅按赞加会员 全球大事业直播线上见 美国这个赌注输赢前途未卜 看起来初期美国会占便宜 可是好像全世界 包括艾斯摩尔的执行长 对美国这种做法 也不乐观 理由是几个 第一个 美国他以为说 他把华为的手机给打下去了 他觉得说 那我把整个大陆的晶片产品给打垮 然后不让高阶晶片 能够卖到中国大陆去 他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大陆 打回所谓的 他们所谓的实际时代 那笑话 那怎么会实际时代 差不多十几年前 我们也没什么晶片 手机还是Motorola 不是吗 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美国现在呢 不让有美国护照 跟所谓的绿卡的一些 一些工程师科技人员 去大陆服务 也不准台积电帮这个 大陆的高阶晶片代工 那也不准很多的厂商 包括韩国厂商 台湾厂商 到大陆去设厂 表面上是 你看 你大陆买不到晶片 现在有个问题 那大陆 如果不靠这些人 不进口晶片 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市场 那问题来了 他是完全没有能力自己做 好像也不是 好像也不是 那至少大陆在10奈米以上的工厂 都还运转的 还不差 我们称之为成熟自成 还不差 那表示说其他的厂商 包括台积电的成熟自成 也不能够获得很好的利润 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你这个动作下去 不只是台积电股票大跌 然后美国的几个 所有的什么辉达 什么超微 哪一支股票不是大跌 这股票大跌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 他们未来会受到伤害 因为没有大陆订单 举个例子 大陆有一家很棒的很强的 AI晶片公司 叫Brain 我忘了中文怎么翻译 他下订单给台积电 台积电不敢接 他说接了不晓得 会不会被美国处罚 因为美国那个规定模模糊糊 好 那台积电马上就失去了一笔 有很高利润的一个订单 那没有人订单以后 美国的订单 可以来补足这个产能没有问题 但利润率至少差两成 所以台积电股票跟着跌 我们不意外 那美国这样的股票的大跌 表示美国的财富就损失了一大笔 你看台积电跌多少 好几兆 其他美国的呢 也一样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赔了 那大陆股票有没有跌 有啊 大陆很多公司 什么长江存储 股票都有跟跌 可是大陆不在意股票跌不跌 大陆在意说 那好 我的设备厂商自己能不能起得来 我的光科技厂商自己能不能起得来 我的各种原料厂商还有制造厂商中心半导体能不能取代 相当程度台积电的这个供货量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光科技全世界的做得最好的艾斯摩尔 他的执运长怎么讲 大陆在五年到八年内就赶上来了 那如果他讲的话是准 那美国搞个老半天就争取个五年到八年的时间 那你们是表示这五年八年里面 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压制中国大陆的 或者你美国这个五年八年就可以飞得很快 这好像也不是看得到的景面 所以他只好想办法说 为了我美国的安全 然后赶快把台积电拆解 五奈米的搬到美国去生产 就张中博吐拿草 说不会成功一定会赔钱 然后他又说 有人有传说美国中央前报局 有一张台湾这个台积电研发工程师的名单 一百五十几个必要的时候把他撤到美国去 问你台积电员工有四万八千人 那你把这些人丢在台湾 然后你又把台积电拆解 那这些人会被谁吸走 谁有能力把四万八千人吸走 这一小就知道嘛 这还用这还用去问嘛 对不对 那你以牺牲台积电 你美国获得好像有个安全利益 那很抽象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很纳闷哦 如果这些设备这些厂商 中国大陆都有 只是以前拿不到订单 或者拿不到很多订单 因为美国的设备厂商 荷兰设备厂商是CP值比较高 大陆自己的设备厂商CP值比较低 那现在买不到国外CP值高的 那很简单啊 自己做啦 对不对 那你们做得出来 可以哦 为什么 因为比这些设备更高阶的 一些科技科学仪器 比如说太空舱 比如说火箭 比如说卫星 量子通讯 大陆上做的都比什么 比这些其他国家好哦 那这些人 这些在所谓科技技术路途 我所谓技术路途 都比半导体强 那他把这个技术人才搬过来做 你以为他真的做不出来吗 我觉得要赌他做不出来的 输的几率是很大哦 风险太高 我这边特别想问 就是说波士顿这边的咨询机构 曾经去估算过啦 他怎么说呢 他说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 像大陆客户出售产品 那要损失37%的收入 这边想要持续的问一下蔡委员 就是37%损失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美国的这些科技公司损失37%的收入 就表示它的股价必须对半砍 哇 冲击大了 然后美国很多退休基金都买这些股票 大家退休基金对半砍嘛 大家一起完蛋 所以美国都被人砍 但中国大陆会不会对半砍呢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的晶片产业产能 占它的整体的比重还没有那么高嘛 它现在还有很多其他行业撑着嘛 只是一些美国人心里面调整不了 那一天那个 纽约时报那个 那个Thomas Freeman才讲了 我用翻译他的话 他讲话太文周周 他的意思就是 美国人认为你中国人只够资格做鞋子 做皮包做运动衣 你现在今天给我搬出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我哪受得了啊 所以在开始讲了 以前如果只能做运动衣做鞋子的话 你共产制度什么都没关系 就像越南一样 越南不是还能做鞋子吗 做皮包吗 你共产制度也没有关系 我们都好朋友 等到你可以做这种高科技东西 你的制度不对 你共产制度怎么可以做出这么高级的东西 做手机啊 做飞弹啊 不行 共产制度不应该做这个 所以你这种独裁 你没有民族 你没有人权 你新疆有种族屠杀 哇你这个香港有破坏 什么话都讲出来了 他其实反映了 美国人尤其是白人 内心的恐慌 他觉得你黄总人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东西呢 你一定抄我的 你一定倾态我的智慧财产权 有的话你怎么没去告呢 也没有看过你告过啊 不是问题不是你告书 是你根本没去告 为什么 他发现五级我都不会啊 怎么华为会呢 你黄皮肤人怎么可以会这个东西呢 所以心里面就受不了了 所以开始反中 其实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 哈佛大学那位艾利森教授 早在十几年前就讲过 这种心态叫做休息抵得陷阱 那你美国人自己不克服了 哎呀 那你怪谁啦 对不对 一个以前你看不起的人 突然间成绩比你考的比你好 那你只要整天去抹黑他 哎呀他偷操的啦 他跟老师送离的啦 那你心里调试不了啊 好吧 那你现在说好吧 我最后我要用军事跟你对谍 那你要把握你会赢哦 我是没有那么乐观哦 这个基本上是五五波哦 所以 美国人现在啊 喊喊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美国国力是在衰退当中 但中国大陆是 相对的一直在崛起 但是也没有崛起到的说 这个时候有绝对优势 可以把美国人打败 那中美之间的竞争 可能在我们这辈子 会一直缠下去 我会想着你 那是有什么事 我会想着你 是你 那是有什么事 你那是一遍 我还要不想着 是那是一遍 你会想着